首先开机过后 设定这个上面的时间为当地你们那边的时间 怎么设定呢 第一个左边手指按住时钟 然后再按时 然后这个时这边就会跳 然后按分分这边就会跳 按星期上面这个星期也会跳 就是说就照这样设 然后设为你当地的时间设好过后 点一下设定 然后这是第一个时间段 下面是ON 就是说第一个时间段的开机时间 再点设定 这是第一个时间段的关机时间 时间字总共有八个时间段 你们只需要设定一个时间段就好了 点一下设定 假如说早上是八点钟开机 你们要给吸炉预留四个小时 或吸 就把它设定为早上四点 四点钟开机 四点钟开机 然后它是礼拜一至礼拜天 它都会开机 如果说你们礼拜六礼拜天不上班 就可以改一下星期 或者说你也可以单个指定它 哪一天开机 就改星期就好了 设定好开机时间过后 再点一下设定 这里是关机时间 同样设定 如果说是下午五点半下班 设定到 这个时间字是24小时字的 就设定到 五点半下班 就设定到五点 三十五 三十五 关机就好了 如果说你设多了 假如说其他时间段 你不小心点了一下 你就点清除 把它清除掉 设好过后 就点时钟返回 点时钟返回 然后下面这个是欧温 欧温的意思 它是 就是说它是油 它不是自动状态 你如果说要让它自动开关机的话 你点下面这里 把这个下面加个Ati 加个自动 然后它就会按照你的时间来开关机了 首要条件是 就是说你想让时间字开关机的话 首要条件是 你外部电源不能关 总闸不能关 机器上面的开关都不能关